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何彦柯 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今天下午的活动 同时今天我们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将会全程通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直播的官方账号 以及新浪微博的爱生学校和青年教育使者王源 这两个话题可以参与互动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新闻发布会的嘉宾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青年教育使者歌手演员王源 欢迎 Let's welcome Miss Rowana Flowers UNICEF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欢迎联合国儿童华代表花南女士 欢迎 现在我要请花南女士和王源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先站在舞台中心来给大家一个拍照的机会 来有请王源 And Miss Flowers, please I want to please st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stage Give some time to a prize for a photo opportunity 可以了好 请两位就坐 Please take seat Thank you 同时今天我还要特别的来介绍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 她是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际组织处杨灿灿女士 来杨女士给我们认识一下 欢迎杨女士的到来 杨女士是代表了我们的教育部 非常要感谢教育部长期以来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以及爱生学校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今天我们的主题大家已经知道了 因为前不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青年教育使者王源 是随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洞族自治县 去探访了爱生学校这个项目 还和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做了很多的游戏 一起学习音乐 包括学习一些社会情感的课程 当然王源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深入的了解了爱生学校这个项目 也为孩子们传递了非常积极非常温暖的这种力量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 王源是非常热心于公益事业的 他是在2017年6月28号这一天 正式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 我记得那天在任命仪式上 王源还发表了一个短短的感慨 有几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这不仅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他更愿意去积极的致力于传播 有利于中国儿童教育和发展的信息 并且能力范围之内去更多的做实际的工作 让未来的教育变得更好 确实是 而且我们看到王源其实在不同的场合 也一直在进行着之前自己所做出的几些承诺 包括在各种场合表示对于教育事业的关注 以及对于优质教育的一种倡导 那么今年9月份的时候 王源是进行了他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青年教育使者之后的第一次探访 而他所探访的是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自2001年启动的这个爱生学校项目 这个项目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爱生学校模式 着力于学校环境的改善和质量的提升 让6到12岁的儿童更加的好学和乐学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去借这个机会 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 我们要跟随王源一起回到他曾经去探访到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洞族自治县的经历 一起去感受一下他的见闻和感受 同时呢 王源也会在稍后回答我们现场各位记者的一些提问 那好 首先呢 让我们有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华代表花南女士来给我们致辞 Let's welcome Ms. Runa Flowers Unicef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to give us some words,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fternoon and a warm welcome to all 谢谢大家 那么大家下午好也特别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出席 I have a privilege to speak often and passionately about children's rights And today I feel particularly strongly about the subject Child Friendly Schools Because of all the interventions that Unicef invests in all over the world We invest our thinking, our time and energy This, the Child Friendly Schools, is a major one It will positively change every child It will positively change every community And it will be the game changer For China's economy in the future 我对儿童权益议题非常的热切 那么我也有幸经常能够就这个儿童权益 分享我的一些观点 那么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 也是我非常关注的 那就是爱生学校 这是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所投入时间精力 所开展的所有工作中 所提供的所有干预措施中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因为它能够给每一位儿童带来自己的改变 它也能够给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UNICEF enjoys a long and productive partne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special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I'm also delighted, clearly To be joined Wang Yuan Who is the UNICEF Special Advocate for Education As a special advocate for education He has accepted an incredible responsibility To reach children To reach their parents With a message To mobilize the public in support Of the power of quality education Creating child-friendly schools For every child in China 先生们、女士们 一直以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 都保持着长期而良好的合作关系 因此我也要特别感谢 教育部的代表 杨灿灿女士加入我们 而且呢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又见到了王源 我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青年教育使者 他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不仅仅通过他向儿童和家长 能够传递重要的信息 同时他也能够动员公众的参与 确保优质的教育 能够造福每一位儿童 那么借此机会我也要特别祝贺王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都了解了 王源近期被时代周刊评选为30位 最具影响青少年 我也要特别感谢王源 发挥你的影响力和才能 帮助我们确保所有的儿童 都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 今天我们特别想要说明的主题 也就是所有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应该能够让他们具备 所需的技能和自信 让他们能够为社会创造 为自己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优质的教育能够让孩子独立思考 创造创新 这样的教育能够确保他们 在未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而我们爱生学校这一项目模式 也得到了教育部的采纳 并且体现在了2014年制定的 国立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中 那么这一模式也以全面的视角 以学生为中心 确保孩子们好学 乐学 善学 Imagine a classroom children sitting facing a stern teacher reciting repeatedly the same text then imagine the same group challenged to solve a problem working together to identify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how to organize themselves how to bring out of the box thinking to solving the problem recently a special advocate visited two child-friendly schools in different counties he saw child-friendly schools in action they make learning a fun and accessible experience for the children in the schools 那么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有这样一种场景 在教室里 孩子们僵直地坐着 面对着板着脸的老师 一遍又一遍地背书 再想象一下另外一种场景 也就是孩子们能够被引导 被鼓励 通过独立思考来解决问题 通过合作 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并且他们的组织能力 会得到锻炼 他们能够勇于打承规 进行创新 那么最近 我们的青年教育使者 王源就探访了 广西壮族自治期 三江洞族自治县的 两所爱生学校 亲见证了爱生学校的 一系列行动 他们为所有儿童 提供可及的 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 中国已经做了 很奇妙的进行 在保障的学生 今天的挑战是 在孩子们的学习 我们需要尤其是 尤其是尤其是 那么中国在这个教育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特别是实现了 这个 也实现了 义务教育的普及 然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 我们要认识到 还有许多儿童 许多 特别是尽敬 弱势儿童 没有办法享有 这样的优质教育 而且我们的爱生学校的模式 也是在学校开展了许多的项目和活动 比如说有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运动与体育项目 并且也致力提高于教学能力 和改善学校的校园环境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影片 也会进一步阐述 我们所开展的这些工作 那么特别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么我也特别希望 大家会欣赏之后的这一支 我们要分享的影片 那么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 确保全中国儿童 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能够得到促进保护与实现 谢谢大家 好 相信接下来呢 我们会和王源进行生物交流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 看到王源这一次 在广西究竟是经历了一些 什么样的活动 和当地的什么是怎么做互动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王源和我们的这位女士 先在台下就坐 因为我们要在大屏上播放一个影片 我们把这个沙发给撤一下 下面我们就去到播放影片的时间 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 请大家看一看 王源在广西的一段历程 Please take a seat 好 那利用这测沙发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王源在广西的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 就像刚才花南女士所说的 爱生学校呢 是希望能够帮助儿童来提高学习的效果 并且也使他们学习到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技能 也就是说不仅仅只专注于这种智商方面和科学技能的提升 而且更重要的是体育 情商以及全面的发展 好 那我们的舞台已经腾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间留给王源在广西的这段历程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从未想过会遇见你 让我平心让我是你 你是我人生重要意义 我怎能把你忘记 爱生学校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 在保证硬件的情况下 然后加强软件设施 就是对孩子对学生的心理教育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告诉他们 你怎样在社会上立足 然后怎样与人相处 我觉得这个和课本知识同样重要 我学生的学生的心理教育 一定都是一样的 爱生学校项目呢 是后国儿童基金会和教育部 那么共同在中国试点实施的 这样一个教育项目 爱生学校的这样一个理念呢 是尊重儿童权利 老权大与平等 鼓励学生参与 那么注重提高 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质量 在学校呢 建立一个安全的 有保护的健康的 这样一个学习环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爱生学校项目 自从2001年开始 就在三江实施 规模不断地扩大 秀逸的学生 由原来的2400多人 发展到现在 秀逸的学生就有17000多人 学生们沟通能力 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 等非智力因素 不断地得到发展 很多习惯是要从小培养的 就比如说像洗手 然后这种习惯 就是从小潜移木化的 在学生里 就是在种下这样一个异象 然后还有比如说 菜园劳动这样一个课外活动 就可以培养从小动力 然后施苦耐劳的精神 你们在这个学校 觉得开心吗上学 学校挺好的 然后还有厕所 还有食堂 都非常卫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学生上学的基本保障 因为健康首先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感觉很有意义 进行体育课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人家强身健体 就是锻炼身体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 是增进同学之间有益 就是与人相处 因为在课上活动 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是要和有团队 然后一起完成课堂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 可以使人快乐的 满足了硬件设施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心灵教育 说一句 夸夸自己的话 或者说一件 让自己觉得 非常自豪的事情 可以吗 我帮妈妈 妈妈夸我很棒 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棒 我自豪的事情就是 我煎鸡蛋特别好吃 社会情感学习 注重培养学生的 非认识方面的技能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 鉴定基础 我们的学生 平时闹矛盾的 变得少了 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暴跳如雷的 也少了 因为学会了自我调节 学会了与他人 和睦相处 怎么样换位思考 告诉孩子们 这些新鲜的理念 我觉得是很好 就是不仅是从硬件 还要从精神层面 来改变他们 我觉得就是要 唱榜教育公平 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管是身体有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同学 都有受平等教育 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来达到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 要给每个人一个封闭会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 不自卑 然后心灵健康地 茁壮成长 祝小朋友们身体健康 茁壮成长 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青年教育使者王源 非常好的一个片子 片子的长度 虽然不是那么长 但是我们能够深深地感觉 一种青春温暖和爱心的力量 刚才这个片子 我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也会为我们所有的媒体 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媒体文件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媒体上 来进行广泛的传播 也算是对我们的爱心事业 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另外还想在这里 请下大家 就是我手上拿的小册子 大家可以在签到处 领取一下这个小册子 小册子上面会为大家 非常详细地来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相关的情况 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究竟在我们中国 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与爱生学校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和我们互动的话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爱生学校 以及青年教育使者王源 这两个话题 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请上王源 以及Rana Please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好了 再次欢迎两位 我们的舞台上 Welcome bac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要让王源来 亲自谈一谈 他这一次 在广西之行的一些感受 我相信王源可能经过了 这样一次旅程之后呢 内心变得更加丰富了 也体会到了很多自己曾经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王源 王源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感受 想和大家来分享 你可以坐着说 也可以站着说 站着说 好 来 我又准备了一篇 这领导记者老师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王源 很荣幸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花南女士和工作人员的邀请 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次去广西的感受 刚才在花南女士的讲话中也受益良多 自从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以来 通过亲身体验和深入了解 我越发感受到了教育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 像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样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实现这一理想最重要的途径 就是让少年们接受到公平高质量的教育 今年九月 我很荣幸去到广西壮竹自治区三江洞足自治县爱生学校 进行项目探访 来到这里也让我很受不懂 和我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的我 知道联合国和教育部 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校的核心 是让六到十二岁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 乐学并善学 在这所学校里我就见到了一群这样朝气蓬勃的孩子 也看到了他们在经过爱心和知识熏陶后 一张张明媚的笑脸 和他们在一起学习劳促过程中 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爱生学校项目的意义所在 而且感受到他们在学校学习的那种快乐 最直观也最重要的感受有如下三点 首先在那里我看到了整洁的校园环境 纯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以及同学们都用肥皂洗手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这是对一个儿童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学习进步的基础 从一件小事看大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试点的水环境及个人卫生项目 能够帮助改善学校的卫生环境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提高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和意识 在这次的探访过程中我发现 我看到学生们都将六部洗手法铭记于心 不管是餐前还是户外活动后 他们都会很自觉地到水池边排队洗手 而且还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也看到了学校的卫生间非常干净和整洁 自来水也清澈透亮 每个洗手池旁边还配备了方便学生使用的肥皂 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真的从小培养起了良好的个人习惯 其次 我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老师们和自己的所看所感中 感受到了优质教育的真谛 它应该是注重儿童的认知发展 也注重儿童在非认知领域的发展 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取了一种情感学习的方式 让同学们来感受自我认知的重要性 他们会学习到自我认识 情感管理 社交技能 集体意识等技能 我也很荣幸地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一堂社会情感学习课 听着他们讲述最自豪的事情 我也在心里为他们欢呼和鼓掌 而且也分析令我最自豪的事情 老师们和同学们在鼓励下自我表达 同学们在老师的鼓励下 通过自我表达和沟通交流 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 我觉得这也有利于他们未来走向社会后 用自信自强的内心面对广阔的世界 最后就是今天的体魄 这是我们未来人生发展和成功的基石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也在体育教育上用心探索 希望能帮助儿童提高身体素质 同时能够培养大家的合作精神 团队意识 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 我在广西爱生学校 学生们打篮球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们对于体育运动的那种热爱和坚持 更是感受到了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 他们在体育课上不仅仅学习了体育技能 更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放松 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儿童健康成长 不可缺少的一环 这不仅仅对他们形成良好的体魄至关重要 也对他们健康的心灵 起到了培养的关键作用 我希望通过这次在爱生学校的亲身体验 能够将爱生公平高质量的教育理念 传递给更多的人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儿童 在这样的教育中健康快乐的成立 更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 都能享受到公平教育 优质教育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最后感谢各位的到来和聆听 谢谢 好 非常感谢王源给我们分享的 他在广西这次旅程的很多的经历 对于爱生学校这样一个项目的很多 我们看到王源真的是非常认真 写了这么长长的一篇稿子 可以说是融入了他这一次访问之中的 很多的感受 以及回来之后 对于爱生学校项目的一些深入的思考 那接下来呢 我想大家还会有更多的问题 对于我们台上的两位嘉宾想要提出来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有提问的时间 那我在提问之前呢 想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呢 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 所以呢我们的提问的内容 务必是要围绕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进行 同时大家在提问之前呢 请先通报一下自己媒体的名字 今天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要留给我们现场的 两位特别的记者 他是我们记者行业的新生代啊 你看我们边坐了一个 小弟弟和小妹妹来 给我们招招手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对他们俩坐在那儿 今天啊 他们呢 是作为小记者的代表 来首先向我们台上两位嘉宾提问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是有关于教育 有关于未来的 所以我相信让他们来先提问 是最能够代表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精神 那我们谁先来 我们的男孩先来好不好 好 王源哥哥您好 在这次活动 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 或感动的人和事呢 我能不能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来自于哪个媒体啊 就是未来网的小记者 好 感谢你的提问 那王源你来回答一下 这次活动其实让我感动的 倒是没有 因为是一个挺开心的事 然后让我比较惊讶和比较印象深刻的 其实是我最开始去之前 我没有想到会那么的好 我以为可能会比较 可能教育设施什么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在社会 还有在联合国的帮助下 那个爱生学 那两个爱生学校真的 不管是设施建设 还是对孩子们 对学生们的心灵 对他们的素质培养 都做得非常的棒 这是我感到非常开心的一点 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确实我们可以从王源的回答中看出来 他预期的这个学校的状态 和他一看到的真的是不一样 这也说明其实在过去十几年中 我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这个项目 是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已经在改变我们一些贫困地区 同学们的这个学习的质量 来 我们的女同学 文道尼 给我们问一下 王源真好 我是来自蔚来网的小记者 是一名六年级学生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没有去过像广西那种比较贫困的地区 那么您感觉 如果我们非常想帮助那些小朋友 那您感觉 那些小朋友最缺的 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这次去的时候 感觉学校设施什么 各方面都真的很棒 就是甚至比小上学的时候 我在市区里的学校还要棒 但是我是感觉 可能他们缺少了 可能有时候 不会像我们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们 这样见识 这样广吧 但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弥补 就是像现在逐渐普及的 数 就是数码产品 还有老师的各种教育 其实能够让他们看到 比如说更加广阔的世界 然后这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 我感到很欣慰和很开心的一点 是他们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就是什么缺衣服啊 这样缺钱 这样就是感到 就是真的 社会还有联合国 还有大家的帮助都非常有用 所以你看我们基本的这个教学界是有的 而且过去啊 中国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的教育普及率 可以说是在飞速的提升 但是现在新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去提升质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生学校项目 也就是在致力于提升 我们已经有了教育资源 但是教育质量还不够高 这样一个问题 看王源刚才也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 其实通过这个在线教育 或者是一些数码产品的这些渠道 可以让我们贫困地区的孩子 更好地来分享我们大城市学生 能够拥有资源 让他们和我们尽量地站在 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地提升 好 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小记者的提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大记者们的身上了 有哪位想要来为我们 对我们台上两位嘉宾进行提问 现在就可以举手示意一下 来告诉我们 你来自于哪个媒体机构 好 这位女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北京博客天下杂志的记者 然后我想问一下王源 我看到视频中是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是上了一个音乐课好像 然后你也是很喜欢音乐 包括就是整个事业中心 可能你会在这儿 想让你聊聊你上那堂音乐课的感受 然后小朋友们是怎么样 你观察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以及那堂音乐课 你觉得对他们的整个学习啊 整个心态或者这样 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上那堂音乐课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看到那么一群朝气蓬勃 然后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们 然后没想到的是在音乐课上 他们居然说要唱我的歌 当时我觉得挺惊讶的 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唱 唱的那个叫因为遇见你 是我写第一首歌 然后这又挺惊讶的 然后也为他们感到挺开心的 因为那场音乐课上 我看到的是就是整个班级 所有包括老师包括学生 都是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沉浸在课堂 余悦的气 就让我感到非常难忘 特别想追问一下 王源想不享受一个当老师的过程 就是可能当老师 这是你的第一次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老师 让音乐你最在行的一个科目 也许未来你还有可能会 当不同学科的老师 不过总体来说 当老师的这种感觉怎么样 其实挺棒的 能够带动全班的同学们 和我一起唱歌 然后能够 如果当其他科老师 能够传授我所知道的知识 也是一件挺棒的事情 太好了 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别的记者要提问 好 前排这位女孩 我是来自新华经分社的实习记者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安娜女士 Dear Anna 新华news agency Yeah I come from here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y did you choose 王源 as a special advert OK I feel nervous 还有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y chose Sanjian School as a reinforcement site 好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她是来自于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她问了我们Rana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选择王源 来作为使者 来作为我们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 这样一个项目的代表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选择 在广西的这所学校 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I wonder if UNICEF chose him or he chose us because he has expressed such a passion and such a concern for education and for being a voice to ensure that all children access education that I think it was just a very natural selection for us to want to partner with him Rana Do you want to have a break for translation Maybe 那么说到 我们为什么选择王源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谁选择谁 王源一直以来呢 都是非常积极地 发出了声音 代表儿童发出了声音 倡导着这个 教育的重要性 优质教育的重要性 他这样的热情 他这样的 热情 他这样的一种 责任感 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我们必须要选王源 来做我们的青年教育使者 那么其实中国 政府已经在这个教育方面 特别是在爱生学校方面 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以及成功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也需要在 儿童本身和父母的层面上 进行倡导 确保他们有意愿 来接受这样的一种 优质的教育 确保他们能够了解 这样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在你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学校呢 I think we looked at a couple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introduce the range of interventions that we expect of a child-friendly school. So we're really looking at schools through a serious atten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to sport, to hygiene, to engaging children in drama and music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are so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the brain. And so essential for the new jobs that children will get in 10 years' time. So those schools were chosen because they've worked so hard, and they're a good example of what a school can be. 那么再连接到你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三江的这两所学校, 那么其实我们的爱生学校呢, 它所涵盖的这个领域有方方面面, 不仅仅学校是需要关注于不仅仅学生的学业, 还要关注于他们的运动和体育的方面, 同时呢也要关注于包括音乐呀等等这方面多方面的教育, 另外呢学校也需要有良好的校园环境, 确保学生的卫生设施, 那么同时也需要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的这样的学习, 那么所以我觉得三江的这两所学校正是我们生学校的良好的典范, 所以我们特别有幸能够邀请王源来前往我们三江的学校进行探访。 谢谢Rana, 非常感谢Rana的回应, 我想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问到了我的心里去了, 因为我自己心里也在想, 现在一些贫困地区, 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 可能以前最容易被忽略, 最容易被牺牲掉的就是像音乐课, 体育课, 或者是一些全面发展素质的一些课程, 我们能够把语文数学甚至英语科可能都不能保证。 而现在你看看, 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他们学识的一种积累, 更需要去注意到他们全面发的一个过程, 成为一个真正的非常全面发展, 非常具有各种优势的人才。 我们想现在我们下面的记者还有没有各个问题想要来问我们排上两位嘉宾。 好,请。 华丛来了。 华南代表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卫视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中国农村的学校的教育, 主要应该提高学生哪一方面的能力的建设, 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远的农村学校的学生, 他们哪一方面的能力呢, 会是一个薄弱的, 是一个有点弱的方面, 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学校的硬件建设, 我刚才看到我们即便是比较偏远的学生硬件建设, 看起来也都不错, 那就是说在有一些提高的方面, 就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农村的偏远的学校, 哪一些这个硬件方面还需要一个提高,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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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想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我想这些硬件设施始终都有不断进行完善的余地, 那么其实我也去到过不少地方, 不管是在农村也好, 还是城市也好, 我觉得看你所去看到的这些不同的学校, 事实上总能发现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比如说有些学校他们操场, 没有让孩子们可以进行活动的空间, 那么有些学校呢, 他们的厕所非常的不卫生, 有些学校还没有能够提供洗手的设施, 或者说没有能够给学生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领域, 那么我想在硬件设施方面, 我们也始终有改善的余地。 在这些学校里的学校需要, 我没有选择地区域和区域, 我没有选择地区域和区域, 我没有选择地区域, 我没有选择地区域和区域, 就像是学校的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的学校里的学校, 如果他们会在工程中的工作, 就当扭 advisor, 需要发现的心底里, 能够想成理的工作, 努力量并绩为作为一系列. 可以 designers, 可以订阅问题可能达入, 和说出大的褐总 universo 从各地的方式照项目标, 麻ono会很复权的照片, 建立的工作坏中的事件, 不签取是如此 don прод出, 所以设断学部语该学校 才能什么面具合选择, the life skills such as conflict resolution, communication are all going to be essential for the skills of tomorrow and that's why for example and Roy spoke about it, that's why sport is so important because sport is about learning to work as a team it's about strategy, how are you going to play, what did you do right what will you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they're the skills that will be important in ten years time I am going to learn about the skills of this skill, this skill, this skill is able to make students really fit in the future and work and work of these skills 比如说创新技能 比如说团队合作的能力 以及发现问题的能力 和通过多方面渠道 来探索解决方案的能力 那么我想这些能力 可能是一些传统教育方式 没有办法培养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通过爱生学校模式 通过这些社会情感学习 通过这个生活的学习 包括说让学生了解如何来解决冲突 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等等 那么在这方面 体育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能够让学生们 通过团队合作 来了解这个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学习 制定不同的策略 并且不断的结经验 在未来进行完善 那么其实我想强调的 就是说传统学科 包括语文还有数学这些科 都非常重要 那么在我们重视这些传统学科的同时 也需要注重这些技能的培养 我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技能的培养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好 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看看有哪位记者 我们最后的那位男生 我们把话筒递给他 您好 我是北京晚报的记者 然后就想问一下王源 就是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 然后这个角色 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未来长远的长期规划 然后还有就是 未来打算是怎么做 嗯 其实 讲得仔细 就是讲得 比较直接一点 就是我现在 其实也是一个青少年 然后可能 我可以感受到属于我这个年纪的 嗯 同龄人 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我也可以感受 离我可能比较近几年的 比我年纪稍微小几岁的人 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我是怎么样 需要什么 然后我可以感受到现在教育 哪一块所有缺失 然后哪一块需要改进 然后 其实我现在是一个功能 然后我可以做更多的就是 我可以在我这个身份下做相应的 呃 叫宣传 我可以让更多的人 嗯 了解到联合国的一些项目 比如爱生学校 还有可能以后有更多的项目 然后我也会 呃 比如说像这次去三江的这次活动 我 我也会去 嗯 实地去看一看 去探访一下 然后回来之后告诉大家我所 我的见闻 然后大家更多的关注到和了解到 我们平时可能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 以后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 在这方向 在这个方向里吧 谢谢 嗯 嗯 嗯 其实刚才王源说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内心里想 哎他真的很适合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他 他即使一个公众人物 他也是一个生 所以他可能更加能够理解 现在我们所有的学生究竟需要些 什么样的教育的服务 来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 呃当然刚才王源说了自己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去深入基层 你看我们中央电视台经常有句话说要走基层啊 特别是作为记者 如果你不深入基层 你怎么能知道 在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王源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呃 不仅是对于我们记者行业来说 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 对于一个大使一个代表来说 也是要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 好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两位嘉宾 也感谢我们所有记者的提问 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发布会啊 就先到此为止了 呃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在自己的媒体上 宣传我们今天的活动 以及我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所有的取得的经济 呃希望借助大家媒体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人玩的品质 哦 啊另外呢我还要有一个最后的仪式啊 就是要请我们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国际组织处的杨灿灿女士来到我们的台上 和我们两位嘉宾一起合影 来有请我们三位一起站在台前和大家一起拍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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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